娱乐乐翻天 健康是工作必备要素 演艺圈艺人养生大盘点 多睡会 然后多吃一点 赵又廷公益项目聚焦读书 希望能够再为这个 再多出一份力 胡信尔 王自剑分享拍摄先星 我的天 我第二天我就有点走不了路 娱乐乐翻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 乔麦翠翠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金晨 大家好 我是紫薇 节目的一开始提醒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海博TV后端 来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哦 没错 今天11月8号呢 是我们的记者节 所以在这里呢 要祝我们的电视同行记者朋友们 节日快乐 但是说到记者这个行业 真的是非常辛苦 平时工作里面呢 是没日没夜 要随时奔赴到现场一线 还为广大人民群众 带来最新的新闻焦点 是的 那我觉得 记者的工作性质呢 和我们民警很像 都是奔赴在一线 民警呢也是调查案件 抓获罪犯 有的时候啊 还有生命的危险 现在直接来回顾一下 昨天在东南卫视播出的 《您好110》中的精彩内容吧 在昨天播出的 大型警务即时节目 《您好110》中 我们跟随镜头 走进了民警们的日常工作中 来来来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啊 拍手的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拍手 快开一点 人民警察 坚扛公正天平 手持正义之箭 努力让每一起司法案件中 都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对群众生物痛绝的事零容忍 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 让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 让以身试法者付出代价 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公安民警的限时工作 那就进行锁定每周四晚21点20分 东南卫视为您奉上的 《您好110》吧 今天除了是记者节之外呢 还是我国二十四节气当中的 立东 说到立东呢 这一天很多北方的家庭里面 晚上会吃饺子 因为这一天呢 是秋冬交会之际 很多人呢 也会吃一些滋补的食品 来食补一下 是的 也会吃一些牛肉汤啊 羊肉汤进补 而且呢 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呢 还流行这么一句俗语 叫做 立东食褶 无病痛 这个问题就来了 食褶 这个褶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甘褶的褶 说立东的时候啊 吃一些甘褶 既可以保护牙齿 也可以起到这个进补的作用哦 那看来晚上 今天大家都要好好填一填了 是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来看一看 在我们演艺圈当中 也有很多的养生达人 他们是怎么来调养自己的呢 今日演员周冬雨 现身上海 为某品牌活动站台助阵 没想到27岁的周冬雨 却在现场和观众们 分享起了自己的养生指南 我觉得这种养生这种东西 就好越早越好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 生活的状态 以及生活的一种态度 然后以及这些状态的态度 会反映在你的脸上 还有你的健康上 就是尽量地找时间 就是多睡一会儿 然后多吃一点 然后一定要多做运动 现如今除了老人家们 注重身体健康外 年轻人们也慢慢加入养生的队伍 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去看一下 演艺圈究竟还有哪些艺人 对养生十分有兴趣 艺人养生大盘点之内服篇 因为工作十分忙碌 经常占用大量的时间 所以在养生方面 许多艺人都会在饮食方面下功夫 比如李峰就会特别注重自己的饮品方面 然后早上起来要喝一杯温水 或者如果有一点上火的话 早上起来可以喝一杯淡淡的盐水 如果你有时候起来会肿的话 可以喝点一杯水 相信李峰的养生法在大家看来都不足为奇 但是刘希君的养生习惯 可能就会让吃货们大吃一惊了 在某打歌节目中 他随身携带乘吃饭的做法 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 是一个正 比如说像蔬菜的话 我一天就要吃到300克 比如说火龙果我可能就吃一半 葡萄的话可能吃10克 蓝莓的话可能吃小半杯 看到的观众们都十分不解 拿畅吃饭难道是为了保持身材吗 很多人以为用畅吃饭是为了少吃 或者是就是减肥用 但是其实更多的是平衡自己的营养摄入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 他能接受的程度 就是你能承受的负荷量是有限的 那怎么样能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循环的状态 那就是你可能每一样东西的摄入 都是属于适合人体的这样子 其实方法容易掌握 但坚持起来却很有难度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选择 一边啃着辣条 一边吃西瓜酸下火 这样的方式 可是让一直热衷于中医学的同大为 十分反对哦 食物呢是用来吃的 然后呢用这个又吃辣条 然后用西瓜酸去卸那个火 其实对身体损害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自己也在学习中医 这个利用业余时间 这样确实是对身体的一种偷吃 一人养生大盘点之外调片 养生除了讲究内在饮食外 外部的调养也十分重要 毕竟里应外合才能打通关嘛 比如演员高圆圆 她随身携带的包中 就有很多小物件可供使用哦 它是一个穴位贴 然后它里面有艾草 它会发热 所以会在你的穴位上起到一个 艾草 就是艾草加热 在你穴位上起到一个作用 三阴胶这个位置是不能够受凉的 但有的时候 当然我也会涂好看 就是会露这一节 但我回去以后 马上就会泡脚 就是一定要摸过脚踝的那个位置 最好的其实是摸过膝盖 膝盖有个叫毒三米的穴位 它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它是牛角树 它可以做穴位刮痧用 你别笑真的有用 然后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就会这样刮手指 因为手指上有很多穴位 这样刮手指对身体很好 你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拿它刮一刮 然后有这样往上捋一捋 其实可以帮助那个淋巴循环 和高圆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还有张军令 每当有工作需要出差时 张军令也会随身携带艾草 来熏自己的穴位 譬如说女生立架来的时候 肚子会不舒服 对 你就是烧这个附近 肚子周围都可以 它比较暖 对 然后还有你的脚上 这边有一个穴道叫三阴胶 就是骨头上来三指的地方 天哪 我已经完全听不懂了 然后你就是烧它 它也会帮助你 就是立架来的时候不会那么痛 你怎么会懂这么多中立的穴位 就是喜欢吗 我的天哪 不过要输演艺圈中的央生大人 还要输孙利 不仅注意饮食 搭配瑜伽锻炼 还对泡脚十分着迷 而且我女儿子都爱泡脚 我们三个人晚上有时候经常一起泡脚聊天 看电视 很开心的 而且我儿子只要比如说有时候鼻子堵了 妈妈我鼻子堵了 他说我要泡脚 就早上起来就泡好脚 一泡就鼻子就不堵了 对 然后早上泡脚泡完去学校 说了这么多 其实养生方法还是因人而已 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 保持身体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是立冬 从今晚就开始一起泡脚吧 乐翻天综合报道 你看刚刚说到了 又是泡脚又是养生达人 我就想到了 我身旁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养生达人 紫薇告诉大家 其实每一次紫薇出差 听说都会带上一个泡脚筒来泡脚一下 那我就好奇了 这泡脚筒那么大 你真的方便带吗 小一个这你就不知道吧 我带是那种便携的泡脚筒 它就像一个袋子一样 而且我还会带一些艾草包 因为冬天真的很冷 女生肯定要注重保暖 养生要随时随地坐起来 真的是令人佩服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演员赵又婷了 听说最近是发起了一个 有关于读书的公益项目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近日赵又婷现身上海出席 当梦想的光照进世界专场分享会 什么是梦想呢 当天活动现场 赵又婷就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访问的主题是梦想 然后我觉得特别浪漫 我觉得希望能够探导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同时也有一大块部分是要讨论工艺的东西 所以我还蛮期待的 就今年比较真正的开始 做我们的光合时刻这个项目 就希望大家能够像植物一样 行光合作用 做一个能量转换 然后今年的主题着重于读书 因为我们发现读书是一个最方便 然后有效率的一种 行光合作用的方式 所以希望能够再为这个 再多出一份力 今年除了投身工艺事业外 由赵又婷主演的电影 蓝星大剧院也终于定档12月7号 这次搭档楼叶导演和前辈拱力 对于赵又婷而言 可以说是梦想成真了 这次跟楼叶导演跟丽姐的合作 就对我来说 真的就像做梦一般的 我觉得丽姐愿意就是 那么没有包袱的 那么真诚的跟我交流 然后作为演员 我觉得是真的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学习到了很多 然后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人 私底下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 特别可爱真诚的一个人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大家 所有人需要学习的一个对象 电影即将上映的赵又婷 又将投入到下一部剧的拍摄 对于未来想挑战的路线 赵又婷现场透露 对喜剧十分感兴趣 一直想要演演看一个纯喜剧 或者是反派或者什么 就希望能够带给自己 更多的突破的吧 觉得自己是个幽默的人吗 我觉得我挺好笑的 对啊 但好像大家并不这么认为 昨天都市喜剧《一车四扑》 在上海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 导演英国军携主演 王自剑 胡信尔 齐齐现身发布会现场 与影迷们畅谈拍摄趣事 不仅如此 现场几位主演 更是控诉起了导演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一回事真的就跑不动了 然后第二天 这个就跑的 你知道一直变速加速跑 然后那一场 大家拍了有四十多分钟 一个小时吧 就那一条 我的天 我第二天 我就有点走不了路 说实话当时真的是请拍摄 因为我是自己拍的 然后我记得应该是 我有五六层楼那么高吧 这个也是 而且我记得导演还是 没有一条过吧 那个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有七八米吧 当时动作导演 是希望提身来完成 但是我们的四位演员 非常的敬严 他们坚持要自己坠楼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对于各位演员的付出 我在这里表示感谢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是王自剑 和胡信尔的首度合作 谈及和王自剑的合作感受 胡信尔就表示 和第一印象并不相同 第一次见王自剑老师 我觉得他特别文艺 就是酷酷的 对 但是认识他之后就 哈哈哈哈 去两回事 由旅客背诵监制的 中法合拍电影定青 登陆全国院线 影片讲述了一位 法国女记者 在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 机缘巧合下来到中国 现后农村小伙留下一段 刻苦铭心的浪漫爱情故事 作为如今电影市场上 难得一见的农村题材影片 定青展现了中国农村改变的历程 以及人民意识的进步和觉醒 在电影首映式上 导演安建军分享了拍摄影片的减刑历程 定青这个农村题材呢 说实话 在业内 在圈外 并不是很多人看好的 但是我们今天用事实证明了 我们曾经的选择和坚持 是无比正确的 影片定青在西班牙 盛塞巴斯地安电影节上 斩获推荐最佳剧情片 和最佳中国影片两项大奖 导演安建军透露 将与旅客背松继续合作 圆满人马筹备创作一部 商业题材的动作片 下一部电影的电影名呢 暂定 叫第一时间 题材呢 是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的 一个真实故事 一半的拍摄场地呢 在中国 一半呢 是在巴基斯坦 乐凡天综合报道 广州欢迎回到 玻璃海台乔麦翠翠 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凡天 我是小鱼君臣 大家好 我是紫薇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2020福建春节联欢晚会 歌曲征集活动 马上就要开始了 应征歌曲作品的 类型不现 形式多样 只要能够反映 2019福建家乡建设 福建文化传承 民俗风情 华人华侨蜻蜓等等 都可以踊跃 报名参加哦 当然了 你也可以动轮到 我们东南卫视的 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 来咨询相关的事宜 紧接着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吴亦凡了 听说最近呢 也是出了新歌 而且最特别的是呢 这首新歌 也是邀请到了 日本的著名艺人 牧村拓哉的女儿 来当当音乐录影带的女主角 真的是很有看点哦 吴亦凡新歌 《秋日乐享会》 日前在北京举行 当天现场 他发布了 《歌迷们期待已久》的 新歌《二三》 这首歌由吴亦凡 自己作词作曲并参与制作 是一首结合 说唱和鼓风的情歌 不仅区别于 他过往的西式曲风 在歌词部分 也是用古文 结合白话的 全新创作方式 当天吴亦凡透露 创作这首歌曲 自己花费了 极大的心血 其实我歌是 《大舞传面之后》 然后创作的一首歌 然后也是 想要尝试 结合这个鼓风 中国风 然后跟这个 说唱 这一个这样的 我自己擅长的 一个音乐的结合 所以其实 做法到现在时间 也还挺久的 但是这其实 过程中 改变了非常多次 然后一直都在 就是在想办法 把它完善 希望能够就是 做到最好的 这个版本 然后给大家分享 值得一提的是 乐像会当天 恰逢吴亦凡 29岁生日 除了给在场歌迷 带来新歌外 为了回馈歌迷 多年的支持 吴亦凡还给歌迷们 准备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 其实每年都会 希望能够 跟大家分享 一些今年的一些 创作 给大家一个礼物 我觉得 因为其实大家 每年都在我生日 收获很多很多的 祝福 然后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觉得 我也需要 回歌给大家 所以其实 今年就做了一个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目前以来 音乐计划中 最庞大的一次 这样的一个 一个音乐计划 这样的一个发歌 为了配合 新歌二三的意境 吴亦凡将歌曲的 音乐录影带 拍成了一个微电影 还邀请到 日本著名演员 木村脱灾的 17岁女儿 木村光熙 来担当女主角 当天 木村光熙 也是来到活动现场 为吴亦凡站台助阵 大家好 我是光熙 Koki 首先我想说 选择快乐 Gris 其实是一首情歌 当时其实我就想把它 拍成一个 微电影的感觉 它有一个非常 特别 特别特别的气质 就是很独特 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 然后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原因 我们觉得 非常适合这样的一支 微电影 这样的一个NV 所以就大家 在一起合作 近日秦岚 张艺兴 李文汉等众多艺人 现身北京出席某活动 前不久刚发单曲的张艺兴 新歌刚刚上线 就获得不错的成绩 活动现场 他也跟歌迷们 分享了新歌的创作初衷 我相信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感情故事 在感情生活里面 会遇到一个真正对的人 然后在对的人时候 当你回过身来 回过头来 觉得这个对的人 想去找他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这个对的人 已经结婚了 那个时候的那种 遗憾的那种情感 可能就是最后 道一生的晚安 但是其实到了晚安 我也无法入眠的 这样的感觉 乐帆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 玻璃海台墙外 催催娱乐显文心的环节 上期娱乐显文心的答案 是七微 恭喜这位幸运观众 获得玻璃海台 提供的精美礼品份 好的 接下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节目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画面中的 这个人是谁呢 直到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 娱乐乐翻天的 官方微博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话 就有机会获得 海的味道 我知道玻璃海台 所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咯 是的 节目的最后 听大家想要获取 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就能登陆以下网站 或者手机下载 海博TV客户端 就可获取 今天节目就这样 下周同一时间 让我们聚想会在 娱乐乐翻天 周末愉快哦 周末愉快